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海签了几千美元的账 要一口气还清 肯定是从夏小兰手里拿到了一大笔投资 这笔投资具体有多少不好估计 怎么也该比一万美元多 要不还账就用去几千 剩下点钱够干个什么 项利一下子想起来 许静的王八蛋 既然从夏小兰手里要到了钱 还让我在一周内给他一千美元 项利压根儿不想给 还有种被骗的愤怒 那两人分明是故意在他面前演戏 把他给稳住了 免得他继续破坏两人的投资 老实人要骗起人来 项利还真是一点都不设防 李庸也觉得项利连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不过这时候不是指责的时候 听项利提到那一千美元 李庸倒觉得是个机会 说话算话别人才信任你 你明天就把一千美元的支票送过去 把车子是彻底了结了也好 这车子 就是现在也能卖一千多美元 项利一共就付了一千五百美元不到 怎么看都是占便宜的一方 既然说好了 花一千美元了断 这钱就必须出 白纸黑字写好的 不能像分期付款那么拖着 李庸能在留学生圈子里混得好 就是因为他对外展现的形象让人信任 说话算话 他这个形象连一千美元都不值吗 他和项利在交往 项利做什么事可不就要往他头上算吗 何况这一千美元也不白花 正好是个由头 你那么聪明 应该知道要问什么吧 咱们必须搞清楚 徐静和马海那个破项目是不是真的有投资价值 你知道徐静他们在做什么不 李庸很擅长抓重点 项利却一头雾水 他和徐静分开前两个月 心思已经没放在徐静身上 徐静和马海捣鼓的什么东西 他还真没关注过 就是一堆破烂玩意儿 项利努力回想 总算有了点印象 好像是什么词典 能翻译英文单词那种 李庸沉思 能翻译英文 把英文翻译成什么文字 难道是汉语 如果是这种东西 说不定还真有人会买 李庸已经出国四年了 对国内的形式了解的不是那么准确 但他看着前扑后继 情愿自费都要出国留学的人那么多 觉得这种翻译英文的东西肯定有人买 有人买和多少人会买 这中间的差距就大了 凭良心说 李庸也不信徐静和马海那两人能搞出多有价值的东西 但显然夏小兰信 李庸一点都不希望夏小兰真的慧眼如炬 能发现别人都不知道的商机 那就说明夏小兰这人很难被糊弄 他还是希望夏小兰是好糊弄的 他嘴巴一张就要向力拿钱去还给许静 向力磨磨蹭蹭不乐意 李庸亲了亲他的脸颊 你知道 我最近正是用钱的时候 要不 这钱我替你除了也不要紧 你我还需要那么奸爱吗 我也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啊 向力不好意思 我又没说要你给钱 有的女人也奇怪 愿意替她花钱的 她当人家贱 对她只是嘴上说得好听 没有实际行动的 她偏偏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向力接受了李庸的建议 早上就带着支票去找徐静和马海 一把铁锁把地下车库的门牢牢锁着 向力又吃了个闭门羹 徐静也不可能在家等着她送支票来啊 她和马海拿了投资 日程表上还有那么多事要做 包括注册公司 重新找个公寓 以及继续还别人钱 向力气笑了 掉转头找到房东 嗨 马尔茨太太 您还记得我吗 我以前来过几次的 现在我着急着去地下车库拿点东西 您能不能替我开下门 马尔茨太太莫名其妙 你可以等徐他们回来 我知道您是一位善良的夫人 我真的很着急要拿到东西 等他们回来就赶不及了 您不能帮帮我吗 向力不是很愿意和马尔茨太太 这样的美国人打交道 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气派体面 马尔茨太太看起来就很邋遢 离向力一米远 她都能闻到对方身上那种白人的体味 混合着廉价香水的复合味道 邋遢的马尔茨太太眼皮松弛 眼神却很好 哦 我记得你 你是徐的前女友 你可没有在车库里过夜 会有什么东西掉在里面 狡猾的华国女人 我不会为你践踏美国的法律 私人领地不可侵犯 你就算是徐的县女友 我也不会开门 车库租给徐靖和马海了 那就是他们的地盘 马尔茨太太不可能像华国房东那样 想拿着钥匙开门就开门 就算上门收房租无人应答 又闻到恶臭什么的 怀疑租客死在屋内 房东要做的不是拿备用钥匙开门 而是先报警 她要是闯进去 徐靖和马海有资格用枪射击的好吗 虽然两个穷学生不会有枪 可马尔茨太太才不会帮向力呢 向力暗骂女房东迂府 碰见这种较真儿的美国人 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美国的法律的确有类似的规定 她今天还非得把徐靖和马海等到不可 那俩人总要回来吧 徐靖和马海在哪里呢 他们到了美国 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高档餐厅 一顿饭下来 怎么着也要上百美元 毕竟夏小兰还替他们叫了酒 我就不喝了 这酒是替两位师兄叫的 80年代的美国 茶得倒没那么严 还有客嗨了开车的呢 警察也抓不过来呀 但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已经是夏小兰刻入骨子里的习惯 她下午要回伊萨卡 自然就不沾酒了 为别人的安全着想 也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呗 她频频劝酒 销售员的劝酒水平 徐靖和马海哪里扛得住啊 很快两人就喝得上了脸 三人聊的是电子磁点 未来的发展设想 越聊越起劲 徐靖和马海都后怕 夏小兰不是吹牛 她是真的懂 夏小兰能踢走他们找别人 绝对不是开玩笑 真是大意了 夏小兰一个学建筑的 加上两人性格简单 根本就没对她设防 角落里 一个美国男人举着酒杯 不识走神 眼神总往这边移 坐在她对面的女伴 终于察觉到异样 顺着她的目光看来 亲爱的 你怎么连亚姨都感兴趣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